四年前站在韩国凤凰雪山公园广场 27岁的齐广蒲蕎躊躇满志 当时被视为夺冠热门的他 却以第七名的成绩杀鱼而归 如今站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 齐广蒲已经和徐梦桃、贾宗阳一样 成了奥运会四朝元老 这个曾经被誉为世界难度第一人 世锦赛之王的男人 此前三战奥运却无奖牌傍身 除了冬奥冠军 我全都拿过 2月16号晚的重礼 男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决赛 他的难度5.0动作拿下129分 圆梦夺金 这是齐广蒲第四次参加奥运会 四年前在平昌 齐广蒲又一次吃了瘪 决赛首轮排名第一的齐广蒲再度失误 止步于前六名争夺 对他而言还未能使出5.0的杀手锏 自己的第三季奥运会便以潦草收尾 在北京冬奥会倒计时968天 徐广蒲结束了论文答辩 重返空中技巧国家集训队 奔赴自己的第四季奥运之旅 第一人的凡尔赛 自由 无拘无束 刺激 依旧是这名31岁老将对空中技巧的感受 北京冬奥会或许是他的最后一务 他也用5.0完成了自己的第四届奥运会 我掌握这个动作大概用了四年左右 直到能完全掌握一些动作要领 这个过程很艰难 相当于走一条全新的道路 如今对于自己世界难度第一人的称号 徐广蒲曾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 也忍不住凡尔赛了一把 我觉得这应该都怪我 如果不是我当年做这个动作的话 可能难度还没有发展到这个水平 相当于给自己挖了个坑 现在世界上有好多选手在做这个动作 所以对我又是一种冲击 从2009年市井赛开始 13年过去了 5.0仍是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的第一难度 但和当年相比 如今能跳这个难度的选手更多了 现在已知能完成5.0动作的 已经超过了10人 现在最大的对手 还是在自己本身吧 如果我能把自己的动作正常发挥出来 我相信我能赢过所有人 比较好 这么多了 我能把自己的动作 能的问题